Remove Before Flight 就聽得多 那你又知不知它有什麼作用呢? 大家好,我是103 中隊的制落同中士 如果你仔細觀察每一架停泊在這裡的飛機 你會發現它們的機身會有很多不同的文章 上面會寫著Remove Before Flight 但是在準備起飛的時候,它們都會完全不見 這樣是為了防止飛機某些部件移動 又或者是防止飛機的感應器有移物進入 地勤人員就會用防塵罩再加上Tag 當然在起飛的時候,這些都是不需要的 為了確保地勤人員不會漏在起飛前將它們移走 所以故意選用紅色的Tag 上面還有大大隻字寫著Remove Before Flight 提醒它們記得在起飛前拿走它們 曾經就有航空事故是因為沒有拿走這個Tag而發生 在1996年,秘魯航空603號班機 就是因為地勤人員在起飛前沒有拿走Static Port 靜壓孔的Tag而導致的 所以不要小看一個小小的Tag 它其實都是在確保全機人的安全 喜歡我們的製作,就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 還要追蹤我們的Facebook、IG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是103的製羅童中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